显教跟密教的这个差别呢 一般来说啊 除了这个教室跟实验室的这个差别以外 当然还有很多那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显教它主要是修心 这个修心啊 那么密教呢 它还要修身 身体的这个身 也就是身心啊 都是要是合一的去修的 这个是显跟密啊 也是这个差别当中的一项 那密教啊 对于身体方面的修行啊 是很重视的 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认为啊 这个整个宇宙之间的这个组成啊 是地水火轰 地水火轰啊 土地啊 水啊 火啊 这个轰啊 空气啊 那么我们人体啊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地水火轰 那么人体既然有地水火轰啊 我们就把人体啊 看成宇宙是一样的 看把人体看成宇宙是一样的 你由这个人体的修行啊 可以相应整个宇宙的地水火轰 用种种修行的方法去给它吹发出来 那么这个是有真实的接受啊 不像有很多人啊 大部分谈到感应都是没有的 那密教本身修行里面啊 它本身就是有感应的 所以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种力量出来 我们称为啊 这个就是一种法力 密教里面啊 它谈到有法力的 那么这个法力啊 是一种很真实的 从身体里面你可以感应到 从心里面也可以感应到的 那这个密教本身 因为实验的关系啊 必须要去求证 而不是理论上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显啊 跟密啊 当中的一个差 一个差别所在 那么密教所谓宏观的大成就呢 把你身体的能量啊 引起我们称为 这是一个内佛 那么佛啊 可以产生光 由佛产生光 把你前身都化为佛 前身都化为光 当你前身都是佛啊 前身都是光的时候啊 你可以跟宇宙之间的一种意识的一种能啊 互相沟通 这是这个宏观大成修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我们注重身体的修行 注重身体的修行 当然呢 也是有这个心法 也注重心啊 便不是说完全不注重心 是身心合一的修行 就是密教 我们认为啊 我们认为啊 离开身啊 就没有心 啊 啊 甚至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 物质是讲无形的 也要讲有形的 也就是物质啊 跟精神啊 完全是一种合一的状态 而且不分开的 不分离的 这个是密教的修行 这个是密教的修行 那么你把自己全身的这个气啊 脉啊 跟你的能量啊 打通合一的话 打通啊 合一的话 就能够深化宏观 当然啊 你要修到这样子呢 一定要有很多的方法 还有这个上师本身啊 给你的传授 那你依照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去修 才能够达到这个宏观大成精 那关于密教里面修这个气脉明典 是属于秘密方面 所以才称为密教 那么密教啊 也就是讲 你有内密上的 可觉的修行 而不是理论上的 很明显的 理论上很明显的 就称为密 那么气脉明典 关于内密上本身的修行的 就称为密 那么显呢 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密啊 是大入如来所说的 应用啊 应用啦 这个身体 啊 可 跟意念 种种的技巧 去开发 内密的方法 得到 宏观大成就 就是最主要的啦 我跟大家啊 在开始讲宏观大成就的时候啊 必须要跟大家解释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 真佛秘密法 最高的一个成就法 最高的成就法 我们每一个人啊 啊 修行的人啊 能够走上这一条路 一直到能够跟宇宙意识合一 显现大光明 那么这个是我认为啊 在这一生当中啊 最有意义的事情 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稍微啊 可以想一想 人生当中的价值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生死是什么 想一想 你就能够知道了 走上修行这一条路 的一切是人生的最大的事业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马上辩命 过来 我有一个小楼 的时候 只要祝福 你就身塞 走上世的